在这期视频中,我们将介绍一部近期被受瞩目的都市爱情剧《归路》 该剧讲述了谭松韵和景博然这对荧幕情侣如何从甜蜜的爱情走向感人至深的故事 这部剧引起了大量网络讨论,并在短时间内火爆全网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部剧中的一些精彩片段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剧中谭松韵的酷喜表现 在《归路》中,谭松韵停着大度赶到医院 看到丈夫景博然在江户病房中泪流满面 这一幕让观众未知动容 网友纷纷赞美她的表现性力且富有代入感 据悉,这段戏让谭松韵和景博然都印象非常深刻 谭松韵表示,他们在同一个枕头上哭泣是一种情感的传递 景博然也表示,这种情感连接非常有默契 此外,归路即将迎来大结局 在结局中,景博然和谭松韵一起度过生死关头 除了两人的女儿启明,还将举行盛大的婚礼 在预告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景博然穿着黑色西装前往新娘房间 被谭松韵美得无法言喻 随后,谭松韵换上另一套白色女服,走上户外红毯 最后,景博然在大结局中向谭松韵表白 透露自高中时代就对她一见钟情,令女方感动落泪 这场大结局充满了期待与感动,让观众翘首以待 最后,我们要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归路这部剧 别忘了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最喜欢的片段 同时,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了解更多其他明星的信息 再次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